接下来我们要颁发的是本届浙江电视牡丹奖电视剧最佳作品奖 请看大屏幕 选择 叛逆者里点亮的这一束光是当下电视剧市场的重大突破 是展现生命苦痛处人性欢歌的影视佳作 浙江电视牡丹奖优秀导演获奖人周游叛逆者 年度优秀导演奖周游 叛逆者林南生短暂的一生中命运多舛 他在鲜血和生离死别中成长 他在忍耐与遗憾里坚持 以残破的身体为国为民铸就无限的生机 弥漫在其身侧的灯红酒绿羌铃淡雨 是曾游离在辉煌历史外的贫穷中国 隐藏在其身上的是坚守人性与正义的信仰本身 周游向观众展示的 已远远不止是林南生这一叛逆者形象 更是承受乱世火断 坚守信仰的不懈精神 是生命苦痛处的人性欢歌 接下来我们要颁发的这个奖励是本届牡丹奖 优秀男演员 一起来看大屏幕 第32届浙江电视牡丹奖优秀男演员 获奖人 朱一龙 叛逆者 优秀男演员奖 朱一龙 从一身白衣黑裤 呆坐在禁闭室的林南生 到出道上海 被训练成一个不择手段获取情报的林南生 再到为光明而背叛的林南生 经历了大起大福的林南生 终被观众看到 无助时的抱头流泪 痛苦时的青筋突起 嘶吼时如困兽挣扎 这样层层递进 深刻而又复杂的心理刻画 被展现在观众面前 令人直起鸡皮疙瘩 这一波表演 正是该剧核心思想 叛逆者不仅是林南生 也是那个时代 逆行的一群人的生动刻画 再次恭喜我们的优秀男演员 朱一龙老师 有请浙江省政协常委 浙江电视艺术家协会主席 吕建土为获奖者代表颁奖 让我们有请 心力电视文化投资有限公司 高级副总裁徐佳戴维领奖 有请 好 谢谢李主席 也祝负我们的心力电视 是的 那么朱一龙也通过 节目组录制了一段视频 让我们共同来分享一下 他的获奖感言 嗨 大家好 我是演员朱一龙 我非常遗憾 因为工作的关系 所以能到宁波 然后到银州之夜的活动现场 在这里我想感谢 组委会还有评委会 对林南生这个人物的认可 然后对我的认可 然后我也想感谢 安静主席所拍摄的工作人员 之后呢 我会继续努力 拍更多更好的角色和作品 跟观众朋友们见面 提前祝大家 祝我们这些快乐 然后也希望这家女士 能够练得好 感谢观众朋友们 感谢观众朋友们